46岁艺人谢丽金被小三挑衅还硬称,直到对方传来这张照片后,人类斩断七年婚姻。 46岁艺人谢丽金被小三挑衅还硬称,直到对方传来这张照片后,人类斩断七年婚姻。 46岁艺人谢丽金早期为歌手,后来转战戏剧圈和主持,她在荧幕上幽默挥谐,大辣辣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。 谢丽金2008年与交往六年的男友Albert,梁康威,结婚,两人还常常一起上节目分享婚姻趣事。 没想到谢丽金却在2014年悄悄离婚,当时她对外界表示两人是因为个性不和而和平分手的。 直到两年后,谢丽金才在节目上坦诚离婚的主因是由小三介入。 而这也让她花了整整三年才走出阴霾,终于走出来后,谢丽金才道出当年离婚的真相。 没想到当年,谢丽金在前夫手机中看到游泳照,但地点却不是她家,明明自己家里就有游泳池,为何老公要去别的地方游泳? 谢丽金追问老公,她竟恼羞成怒说,在别的地方游泳比较不寂寞。 而这张游泳照便是小三传来的挑衅照,更悬的是前夫外遇后,谢丽金发现她体位变了,她说,加上几件事情连结,我就知道她应该有别人了。 果然没多久,老公和小三的事便东窗事发,谢丽金才终于忍痛离婚。 离婚后,谢丽金天天买醉,她难过地说,原来以为会走一辈子的人,我却是中途被抛开的。 每天大哭的她后来在朋友的陪伴下,靠着信仰、运动、旅行和不断地工作,整整三年才走出婚变的阴霾。 如今终于坦白当初离婚的真相,谢丽金表示想用自己的遭遇鼓励所有与性,千万不要因感情而想不开,太不值得。 她也表示,就算在婚姻中跌倒,也要勇敢重新站起来,我没有放弃爱情,若遇到能牵手一辈子的对象,我还是会再婚。 图评过日报没想到荧幕长高笑的谢丽金,私底下有这些不为人知的心酸。 恭喜她走出阴霾。快分享出去,一起为她加油打气吧。